提起谭永林这个名字 想必大家都很熟悉 她曾在乐坛叱咤风云 演唱过许多经典歌曲 例如《爱的根源》 《水中花》等等 但娱乐圈总是有着各种的狗血剧情 虽然谭永林在乐坛上的成就很高 但她的私生活却经常被人诟病 谭永林能走向成功 完全离不开妻子杨洁威的帮助 两人结婚后 谭永林与妻子约好丁克 但却与小三偷偷生了娃 还把财产都留给了私生子 这是为何 谭永林出生于1950年 她是家中唯一的男孩 家里除了她之外还有五个女孩 父亲脾气火爆 孩子们都很怕她 谭永林一直都对音乐有兴趣 但还是听了父亲的话 去新加坡读了经济学 长大后的谭永林十分帅气 足球踢得好 歌也唱得好 在学校内很受欢迎 但是到了大三时 她得到了一场大病 只能回家休息 回到家后 她不想再继续回去读书 便苦心积虑地劝说父亲 病好之后 她先是找了一份邮递员的工作 又在街上看到叶总会 招聘歌手的广告 又去叶总会 做了一名助唱歌手 在叶总会时 24岁的谭永林 遇到了自己的妻子 杨洁威 那时候她还没有什么名气 杨洁威学过美容 还学过舞蹈设计 有着独特的神秘眼光 更是对舞台设计 有着很强的掌控力 那时候 杨洁威可以选择的男人 比比皆是 但她偏偏爱上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谭永林 那时候谭永林的工作并不稳定 不仅不能养活这个女朋友 甚至还是要靠她接济 不过杨洁威却是丝毫的不介意 她爱这个青春洋溢的帅气小伙子 更爱的是她身上的音乐才华 杨洁威虽然长相不惊艳 但她身上的优点是那些胭脂俗粉所不能比的 两人相恋后没多久 谭永林就签约了无限 杨洁威不惜放弃自己的工作 专心服务谭永林 那时谭永林的形象设计 全都是杨洁威打理的 包括开演唱会拍电影等等 不得不说 谭永林能够成功 也确实离不开杨洁威的帮助 后来谭永林越来越火 名气越来越大 却一直没有公开两人的恋情 31岁和杨洁威结婚 也依然瞒着所有的人 直到1993年 也就是谭永林43岁时 杨洁威的父亲离世 两人的夫妻关系才得以公开 但两人结婚多年 一直没有孩子 据说杨洁威曾为了丈夫的事业流产过多次 所以导致无法生育 在被问及为何没有孩子时 谭永林的说法是想做丁克一族 随着时代的进步 丁克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但最狗血的就是 与妻子约好了做丁克 却与外面的小三偷偷生了娃 早在谭永林的婚姻还没有公开时 她就遇到了一个名叫朱永廷的女人 两人是在谭永林的歌迷聚会上相识的 那时候朱永廷大学都还没有毕业 比谭永林小了整整12岁 不过朱永廷并不是她的粉丝 而是张国荣的粉丝 但是一个才气逼人一个年轻漂亮 两人自然会被相互的吸引 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当然这段恋情是见不得人的 朱永廷也从未提过想让她离婚娶自己 也从未想过要公开恋情 这一点也是最让谭永林喜欢的 在受挫时不开心时 谭永林总会是找到朱永廷倾诉 朱永廷每次都会温柔地安慰她 让她的心情变得愉悦 她认为朱永廷是善解人意的 只有她能给自己那种感觉 1996年朱永廷生下了属于他们的孩子 也就是私生子 取名谭晓峰 孩子出生后 谭永林也向妻子坦白了这件事情 并且希望她能够接受这个孩子 杨洁威是个善良的人 她明白孩子是无辜的 所以她也没有干涉过谭永林的婚外情 从此之后 谭永林就在两个女人来回周旋 三个人就这样一起和平地共处 那时候谭永林也知道自己愧对了妻子 就暂时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了杨洁威 也许是她觉得钱财能够抚慰杨洁威受伤的内心 后来她把所有的关怀和陪伴都给了朱永廷母子 虽然委屈 但她依然不舍地放弃这个曾经同甘共苦的男人 本以为自己的容忍能让她幡然醒悟 但是并没有 反而还受到了更深的伤害 2006年 谭永林的父亲离世后 为了给朱永廷母子一个名分 她公开承认了这段婚外情 不仅如此她还把朱永廷母子的名字写进了谱文中 也就是正式为朱永廷母子挣了名 这让杨洁威再也无法欺骗自己 她感觉自己的丈夫是彻底被人抢走了 一度伤心欲绝 一年后谭永林带着朱永廷母子和高龄母亲吃饭 并不是带着她 这更让她觉得自己像个外人 后来各大媒体纷纷传出 杨洁威已经消化修行 归依佛门 一时间大家都对谭永林骂声四起 更对朱永廷指责不断 但更多的是对杨洁威的心疼 陪着一个男人从无到有 到头来却只能她和别人恩爱生子 这对一个女人来说 真是莫大的残忍 不过就算所有人都向着杨洁威 但她也得不到谭永林的喜爱 这更让她心碎不已 最令人伤心的是 当初谭永林说好把财产都留给她 但随着私生子谭晓峰的长大成人 谭永林反悔了 也许她觉得相比起来 她更对不起的是在背后的朱永廷母子 所以她把五亿元的财产都留给了私生子谭晓峰 面对一次次的伤害 杨洁威只能潜心修复 以此来缓解心中的伤痛 后来谭永林更是对外说她对杨洁威只是感恩之情 这才让杨洁威心碎不已 心中再无留念 在谭永林61岁的生日宴上 她正式把朱永廷扶了证 从始至终杨洁威都不曾争强过 后来她便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潜心修复上面 远离了世俗的纷扰 在这之前 她也一直都是一个善良宽厚的女人 清纯质朴 衣着朴素 反观另一边 谭晓峰长大后也很优秀 虽然是私生子 但她依然被保护得很好 不仅长相帅气 还继承了父亲谭永林的音乐天赋 在学校成绩也是十分的优异 还曾经考获石油状元 此后她又考入了牛津大学 也算是为父争光了 只是可怜了杨洁威 最终只落得孤身一人 在私生活上 谭永林一直都被大家所诟病 但这也确实不能掩盖 她对乐坛做出的贡献 她在做慈善活动时 也是值得受到尊重的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与坏 感情更是不敢保证永生不变 所以每个人都要先好好爱自己 才能够值得被爱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